我是David 那今天來報告我們的其中 那首先跟大家回顧一下我們這專案的目標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台灣的道路常常會有一些不平常的情況 然後你可能在駕駛行為時候會發現路手相差 那其實也不是公交機關沒有在做養護的工作 只是他們在養護監測的方法上 跟我們很大平常知道的態度 那一般來講 我們知道現在公交機關在現行的路面 就是平坦度的偵測 它主要是做在新設道路或是新開發的道路 或者是所有道路工程的時候 在驗收的時候會去做平坦度的調查 但是在新路開通之後呢 或是既有的道路上 它基本上只會透過人工巡建的方式去檢查 是否有不平坦或是有噴洞的情況 那在這種情況下 基本上沒辦法全面的覆蓋 在每個人所行動的道路上 所以因此我們這個團隊希望呢 能夠開發一些工具 來收集 用路人它所常常使用的道路上 是否有這樣子的一個道路不平坦或是破損的情況 來增加大家對這種不平坦的認知 那我們主要透過收集加速器 也就是G-Sensor的資料 配合GPS的座標 來分析行車時候所產生的震動幅度 然後用此來偵測道路上可能的不平坦 這個是我們主要用的方法 那專人的步驟的部分 我們其實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步驟就是資料收集 那本團隊開發了兩個資料收集的工具 第一個是樹莓拍 那它可以用在於常態性的資料收集 那第二個是web的app 那web的app的話是 可以用於用路人不定時在手機上可以去收集這樣子的資料 那這兩個資料呢 都會回傳到我們的server去做資料的分析處理跟貨幣 那最後呢 我們會把真正到的不平坦情況透過圖台的方式來做資料的呈現 那這是我們到其中現在的一個成果 那基本上webapp現在已經開放可以給社群去做使用 那樹莓拍的部分的話 目前也有出版的開發成功 然後後續會希望透過樹莓拍的一些公交地關或是拍攝平台去做一些合作 那最後是成果圖台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到這個圖台上面去看一下現在所累積的成果 那本團隊現在從3月多到現在已經採集了1400多公里的道路長度 那我們已經收集了超過17000的資料 那目前參與的裝置數量大概是20台 那為了驗證我們的方法是有效的呢 那我們基本上透過我們的平台找到了一些比較有顯著道路平坦的位置 然後我們有到實地去做一些拍照的驗證 那第一個位置是在太田路跟南京西路叫Sacro的部分 那也就是圖上那個推圖測的地方 那基本上我們到先帝的時候我們發現 先帝的確有不平坦的情況 那主要的發生原因是因為道路上有一定的起伏 那並且有人孔帶的鋪裂不平坦的情況 那因此在這個路段上我們有發現有顯著的訊號發生 那其實在台北市大統區的部分其實還有很多相關的地方都是有這樣子的 人孔帶不平坦的情況 那這個是民生西路跟重新北路叫發口 那另外是在華和北路的部分呢有常常會有一些路面的重新鋪設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有那個道路的一些落差在不同的線道上面 那其他的像是在城的路民族西路腳踏口 我們會發現它在道路上有一個破損面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這些位置呢其實都在我們的城市上面都可以看到有明顯的一個訊號發生 那因此我們認定我們的我們的城市呢經過實地的驗證以後 我們有一個小結就是指標有發生的位置 畢竟呢我們都看到了道路有一定的破損 或是有一些人孔帶或是重新撲滅的不平坦 那透過不同車不同裝置在同一個位置上面都會有一個相近的指標的發生 那另外受限於我們是使用GPS座標的關係 所以指標的位置大概只能粗略表達概略的地方 那專案的後續目標呢我們是希望能夠持續去優化這個演算法 然後顧慮雜訊 那第二個也是透過GDN1的社群推廣來增加資料的蒐集 那接下來就是剛才有提到就是可能外部的合作 希望跟公路機關跟PATR平台合作 那這是我們專案的QR Code連結 然後大家有興趣可以連結然後幫忙蒐集資料這樣子 然後或是可以直接到這個連結去進行資料的收集 好 我的簡報大概是這樣 謝謝 謝謝 那 那我們接下來是那個 感谢观看